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代 要是哪年冬铁在大城市周边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冻死 便算得上是太平年景了 至于体弱的老人称不过鼠九寒冬 那是十分寻常的事 渔营并不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城镇 但毕竟在黄河岸边有一个码头 县城里也有些富生 即便在这样的雪天也还是会有人出门活动 县城里的酒楼茶寺 由于天气寒冷 生意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然而青楼的生意却依然十分红火 不少富人愿意在无所事事的寒冬到青楼里找乐子 一些因大雪而滞留在渔营的商旅 也只能到青楼里找些消遣 渔营县城里最好的青楼是春香阁 这段日子里每天都是灯火通明 大门和窗户上挂上了厚厚的棉布帘子 楼内的火盆里烧着上好的碳条 歌声婉转点心可口 坐陪的青楼女子贴心可人 若要喜悦 楼内也时时备有热水 尽管费用不费 但人们也还是愿意前来消遣 而且在楼里偶尔还会有些热闹可看 譬如此时 一名身穿棉袄的女子正领着两名大汉 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轻男子 自楼中某个女子的房间里拖出来 那男子不敢走 随后双方就在楼中对骂起来 这种桌奸的戏码 在青楼中也是屡见不鞋 但真敢在楼里闹起来 说明这女子的背景也绝不简单 不过最有趣的是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听得出 他们并非夫妻 因此此时众人都是一边议论纷纷 一边饶有兴致地看戏 只见那年轻人死死地抱住楼梯的扶手 激烈地挣扎着 我不是你的相公 我又不是你的相公 你只是我妹妹 别有什么管我 你别有什么管我 放开我放开我 我要回去喝酒 那女子身穿棉袄 显得十分臃肿 根本看不出身形 不过面容还是颇为美丽 她此时看着眼前的男子 毫无半点仪态地撒泼耍赖 被气得浑身发抖 随后对着身后的两名男子喝道 拖他出去 那两个大汉便把不断挣扎的男子 硬生生地拖下楼去了 那年轻男子还在不顾一切地挣扎 伸出双手 拼命地抓住能看到的一切东西 又或者是死皮赖脸地往地上躺 一边挣扎一边大汉 我不走 你凭什么这么做 我是你哥哥 长兄为父 现在家里我最大 你个赔钱货 迟早不是楼下的人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 我要把你嫁掉 我要把你嫁掉 各位兄弟 这是我妹妹 我要把她嫁掉 今天谁帮我付了九千 我把她嫁给谁 不要偷我 楼中众人闻言一阵哄笑 不过随后便有人交头接耳 说这女子是从外地过来做生意的 与在鱼盈黑白通吃的陈老虎有些关系 也正是因为她背后的陈老虎 这女子才能在春香阁这样大张旗鼓地抓人 这位兄弟 令妹要嫁 我们可管不了 不过妹妹管哥哥的风流事 也确实是不太好 哈哈哈哈 被人这样当众调笑 身为女子自然难免休闹 这女子自然看起来见过世面 但此时闻言 牙关一咬 眼眶也是微微发红 她匆忙地下了楼 往老宝手里塞了一张银票 正要开口告罪 身后男子却又是一阵声嘶力竭的大汗 我不要走 听到了没有楼树碗 我不要走 楼树碗 你已经疯了 我才是最聪明的 让我回去喝酒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这个疯子 你以为你杀了 你就很厉害了是吗 你还没看清 你再说大声一点 听到男子说什么杀了人 女子陡然回头一声怒吓 在场众人闻言虽然微微一愣 但也并没有过分惊讶 一来那男子喝得鸣鼎大醉 说话含糊不清 说的未必真的是杀人 二来即便真杀了人 能与陈老虎搭上关系的 又哪会是什么善男信女 这女子杀过人 也没什么出奇的 只不过听到这句话 就没有人在开口调笑了而已 走出春香阁后 风雪扑面而来 女子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继续向前走去 身后的男子 还在不断挣扎 嘴上骂骂咧咧地说 她不是楼家人 没资格管自己 但一行人走到路边 两辆马车旁边时 女子才猛然地回过了头 是啊 我不是楼家人 可你是 你看看你这个楼家人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楼叔樊 你是楼家最后的男人了 但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这两人便是楼叔横 楼叔婉两兄妹 面对妹妹严厉的斥责 一直摇摇晃晃的楼叔横 挥手睁开了旁边 拉住她的汉子 努力站稳了身形 疯疯癫癫地笑了起来 继续 我是聪明人啊 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因为我是聪明人啊 要 要好好地 举食行乐 你 你才是疯子 楼叔婉 你看看你在做什么 风雪之中 楼叔婉看着她 一字一顿道 我再让楼家站起来 我再为给爹爹和大哥 报仇做准备 报仇 楼叔婉 摇头晃脑地笑着 你要报仇 我不要啊 你这个疯子 你还没看清吗 你根本报不了仇 就算在杭州的时候没看清 现在也该看清了吧 报什么仇啊 你整个梁山都死光了 你要报仇 凭什么 你以为你杀了自己的相公 就很厉害了吗 你 也只是杀了自己的相公而已 而且 你根本不在乎她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 你 你怎么不杀了我 楼叔婉语气见低 楼叔婉死死地盯着她 双眼因充血变得通红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若非你是我哥哥 我也早杀了你了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对不起你 我跟她都对不起你 当初逃难的时候 快要饿死了 我鬼迷心窍 不该拿你去换粮 你闭嘴 哦 楼叔婉神经质地笑着 你不喜欢 我就不说了 可是 我看得清清楚楚 老叔婉 你报不了这个仇 我也不要跟你报仇 因为你心里根本 闭嘴 你心里根本叫 我叫你闭嘴 啪 一个耳光响起在楼叔婚的脸上 她亮亮呛呛地往旁边走了两步 靠着马车的轮子坐到了地上 一边笑 一边从衣袖里掏出了一个酒壶 正要往嘴里灌 楼叔婉冲过去 照着她的心坎就是一脚 然后又一脚踢到她的手上 不许喝了 哥哥 她对楼叔婚一阵拳打脚踢 但天气寒冷 楼叔婚本就穿得厚 楼叔婉力气也不大 打了好一阵 也只是将她的酒壶踢飞 将她的衣帽打乱而已 此时楼叔婚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被打了也不反抗 只是满身酒气地坐在地上大笑 楼叔婉与她对望了片刻 终于吩咐身边的人道 带她回客栈 一名汉子将楼叔婚架上了一辆马车 马车将要驶出时 楼叔婉仰起脸道 哥 我们回去再谈 楼叔婚的脑袋搭落在车窗外 恍惚地低声道 我还要去春香阁 马车绝尘而去 楼叔婉站了好一会儿 然后伸手按了按额头 转过身去 她捡起了那个被打飞在雪地里的酒壶 咕嘟咕嘟地给自己灌了几口 脸上透出了一丝红韵 她对着剩下的那名汉子道 走 咱们要把虎王的事情办好 办好以后 就好了 两人上了另外一辆马车离开了 而同一时刻 于营县外不远处的一座小村庄处 一双眼睛在昏暗的柴房里 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这双眼睛属于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他异常消瘦 身上十分邋遢 此时正躺在杂乱的柴堆上 他半边脸上伤痕累累 正好掩盖了脸颊上那处 属于罪人的刺字 不远处的炉边 一名衣着有些单薄的农妇 一边哄着怀里两岁大的孩子 一边往灶里加柴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话 当初把你捡回来 就是看你身材高大 就算不是什么陆林墙人 身体好了之后 也能帮着做些事情 谁知道 费那么大力气把你治好了 你倒是个傻子 哎 佩前活 你再这样 明年开春 我就把你赶走了 你干嘛老是看窗户啊 我知道 你冷是吧 等一下 我拿东西帮你堵一下 她是一名寡妇 长得有些姿色 傅家活着的时候 家境倒也还算得上英识 但自从夫家去世 一切就急转直下 几个月前 他救下了一名 被河水冲到了岸边的汉子 身上看起来 全是刀枪造成的伤口 他便冻起了心思 与其让夫家留下来的东西 被其他亲族分走 还不如干脆 绑个强人 于是 他便费心费力 将那汉子治好了 谁知道 这人被治好之后 整日里一言不发 打他骂他 也不知道反抗 让他觉得 这买卖 实在是大大的亏本了 但此时天气已经冷了下来 他也不好就这样 将一个傻子赶出去 只得让他待在柴房里 自生自灭 不过即便如此 此事其实还是 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夫家的东西 终究是夫家的 他的亲族 平时就想方设法地 要巧取豪夺 只不过 总还得遮遮掩掩 此时他收留了一个男人 这些日子 上门说闲话的人 便理直气壮起来 他每次都要朝上一架 才能把人赶走 他与人吵架时 男子便在柴房里 静静地听着 这寡妇吵完了架 往往也会过来 对着他一顿数落 哼 若不是天气太冷 我早把你赶出去了 到来年开春时 村子里多了一个 伤了半边脸的 沉默农夫 由于他身材高大 身上又有不少刀疤 村里的人 虽然渐渐看出来 他很好欺负 却也没有人 做得太过分 不少人都猜测 他或许有些来头 可能曾经 是某个寨子里的 山带王 这样的事 在这一带很常见 也没什么人 因此想要去报官 他下田种地的时候 带着孩子的寡妇 会送东西过来给他 有时候 就站在田边看着 村子里开始 传出风言风语 但他性格泼辣 也不害臊 偶尔还会跟人吵起来 带到他夫家留下的东西 逐渐被瓜分完 两人便睡到一张床上了 不过那已经是 第二年秋天的事了 命运的轨迹 犹如无数被拨乱的琴弦 有时候产生交集 分开之后 又不知何时 才会再度交汇 景汉十年十二月初 苏文玉与王山岳 离开山东 回了汴梁 管理那处营地的几个月时间 给苏文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此时整个人的气质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至于王山岳 他最近与祝家庄 发生了些许摩擦 甚至被祝彪 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 原因是 他插足到护三娘 与祝彪之间 成为了第三者 而把他揍了一顿之后 祝彪又拖他 向宁易带了句话 灌完年后 我便会去京师 而此时的京城 年关将至 一片繁华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四百五十二章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作诗今生欢般神叹 相逢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作一愿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